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和理非非三十年 有用吗? 雨傘革命可以更加勇武起义 但是政棍 左膠 和理非非 把整个革命构造化 勇武抗争 香港建国 素人真知 四眼起义 大家好 欢迎收听第20集的素人起义 我记得 上午25 今集26 今集开始改革一下 加上半个钟 今天大家有没有看新闻 刚刚我们进直播室前有新的节目 合中遗色 由阿楠 之前雨傘90后 雨傘90后的主持阿楠 每周六都在赛街开麦的常识同仁一起做 今集就讲了香港保卫战史 为何趁这个时候讲呢 是星期八月三十日 八月三十日 星期八月三十日 就是香港重光纪念日 你们就去了 你也有学 我迟了少少 迟了少少 迟了少少 我原本也预备一些资料讲 香港保卫战史 主要是讲一大论点 主方向就是我们经常听上一辈的 在一些公共媒体 保卓雜誌上都会圈掩 想当年共产党如何抗日 又派什么东江中队来香港 做了很多工作 香港才得以重光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够厄 又不是够厄的 没有说到吹到那么大 是的 其实主要 大家可以听到刚才那个节目 合中遗色的节目 主要就是当时的盟军 包括有驻港的英军 加拿大军 全部在香港都是苦战激战 是的 本地 即是在地的香港人 后来共产党的东江中队 主要的工作 不是完全说他们没有反抗日 但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后方的 滲透和情报的工作 为什么这个题目一定要告诉大家呢 因为我觉得很多我们的长辈 可能我们称之为上一代的人 没有一个正觉的香港事观 关于这一部分 我记得我在獄中看《星島日报》 他也是升到一大阪 就是说东江中队在香港的 一些辉煌的战史 但完全没有提到当时有多少英军 民军 加拿大军 是为保卫香港而壮烈犧牲的 我们那天在香港重江纪念日 我们在西湾纪念坟墙 西湾割商纪念坟墙 都看到很多石碑上 所刻着很多英勇奋战而殉職的士兵 其实年纪都是很轻的 我看到最小的都是17岁 我找到他16岁 16岁 其他很多都是二十多岁 我觉得好像现在 可能是《雨傘革命》 和之前一连串光复行动 站在最前线很多都是年轻人 都是二十多岁 我有点探释 是否上一代有些事情做得不足够呢 要令到这一代 说回抗战纪念和重江纪念 一个最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醒 就是大家都看到共产党 港共政权不断去尝试 就着不同的事件去扭曲 或者刻意去抹走一些过去的历史 就像之前我们搞阳光的游行 其实阳光当时 大家做过什么 放炸弹 累死多少无辜的市民 煽动一些左派工人 一起发起暴动 但是最后被工联会 赞他多么为香港务工 还有大紫荆分章 还有大紫荆分章 这些其实就是在扭曲事实 扭曲历史 六七暴动的事实 不是很多我们这一代人 基本上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 没有可能经历过 那我们能够接触的资讯 就是由上一代人 我们的新闻 上一代人告诉我们 和政府他们就着这些事件的表态 特别是一些港珠 或者是不特别留意政治 但是现在港共政权 刻意扭曲这些事实 连抗战纪念都要定起9月3日 而8月30日的重光纪念日 在主权移交之后 就没有了这个法定假期 所以就是 我们就是要提醒现在的香港人 曾经有这段历史 就不要那么轻易被港共政权 扭曲了 和清洗了 因为好像那天我和梁天琦 走过街边 看到有一对 是不是和你走过 为什么 算了 你还是不记得的 走过街边 看到有一对情侣 9月3日放假了 抗战纪念 然后他们就不太清楚 究竟是什么事 又或者 为什么会多了日假 就只知道 9月3日因为打赢仗 可能有些人 好奇心强一点 就查一下 9月3日究竟是什么 一查 原来是共产党打赢了 然后就这样 那就是扑街了 就是以为香港完全 以为共产党救了香港 就是好像当年沙士 那样 以为共产党救了香港 接着就弄了什么SIPA 给自由行 其实的源头就是在中国大陆那里 就是他们当疫情爆发了之后 就不通报 就骗住香港人 接着就放了些有病的人 来香港 就是扭曲了些事实 然后香港人又 按钩钩钩的信 就是共产党 整天都说日本要正视历史 不要改寫历史 其实他们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好 那今天呢 另外 我不是 你 就是得戚了 今天整个Facebook 新闻 收音机 不停听到前学生前线正 那么闷 前学生前线正 那么闷 说你那宗刑事藐视法庭案 因为律政司辞了交方 是不是 辞了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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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起诉不了你们 是 撤销了起诉 不过我撤销起诉都不够你 喂 那你是 我拉四次 你拉四次都没事 你还不是鬼 那我已经有一宗了 那说回这宗刑事藐视法庭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2014年 就是去年的11月25日 那就是 就是有这个 我忘记了是哪个团体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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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巴 小巴团体 申请了一个禁制令 就是 是潮联 就是剩下的 其实两个禁制令 一个就是 亚加浩街那段 另一个就是 的士团体 就是 利敦道那段 是 是 那这个潮联申请了一个禁制令 其实就是 帮这个港共政权 找一个藉口 给警方去清场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 警方去清场就清场了 用不着借个禁制令做事 他要射个球给其他人 是啊 所以整件事最荒谬 其实整件事所有东西都是荒谬的 不过呢 其实整个社会都已经很荒谬 都是荒谬 你在一个荒谬的社会里面 说他们有多荒谬 其实大家都听到 就说不完 就说不完 简单一点 就是 当时警方说 协助这个执达主任 去执行这个禁制令清场 就说有很多市民 就仍然逗留在这个禁制令范围里面 就不愿意离开 所以警方协助他们期间 就拘捕了一些人士 其实我记得当天想走也走不到 我记得当天想走也走不到 想走也走不到 真的走不到 后面好多人逼着 我拿着一个大声工 拿着一个声器 有些人在说话 我负责帮他们做个mind stand 其实我都没做过什么 真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 就被人执了劲 就推了到地上 就吐了 即是狂打 即是拳打一脚踢了几十秒 我自己都感觉伸中了二三十脚 那里面都有 我记得我一被一些黑警 拉出去这个见到阳光的空间 即是原本被人拉在黑警裙里面 就围着我怀怨的靓靓拳 不停地打 我打了二三十脚之后 就扔出去一个空抗的空间 那里面 即是我感觉到有个鞋印在我面上 另外有一个黑警就来来 叫我不要扮演 起床 那时我有一刻是 有黑 一刻是没有了知觉 因为它是打了我的头 接着我发觉 我感觉到是 那里面有个鞋印在那里 那黑警很快就立即和我捉掉了 然后再扔我上警车 之后再拳打一脚踢多几下 那接着呢 就把我们带了去警察 那我记得 即是当日有 即是有长毛 梁国雄议员 另外还有很多普通市民 那大部分都是 即是我眼中都是 太太阿叔 即都是普通市民 即是我捉了一批 即是叫做长毛梁国雄议员 是比较知名的 接着就可能到我了 其他真的全部都是普通市民 起我眼中你知名些 不是 因为他认识你嘛 接着就发生什么事 去到警局就说 因为他要给一张 给一个文件告诉我们 因什么罪名拘捕我们 当时是写着 防外公职人员 括户 执答主任 执行职务 即是简称的 阻差办公 他就以这个罪名拘捕我们 继而呢 就将我们 放到九龙城裁判法院那里 就是 亦都是控以这个罪名 就是 防外公职人员 执行职务 然后下一个 非常之严苛的保释条件 就是 俗称禁足令 就是在旺角一大片范围 是不能够踏入 除了转车和搭车之外 那后来 为什么会变成刑事便宜事法庭呢 就是 我记得当天在警署 他交文件给我们的时候 就另外一张纸写着 就着11月25日 这一天的行为 之前在高等法院 有一位姓欧的法官 就说过 假如是 你无视这个禁制令 在一个禁制令范围里面被捕的话 就要 带上去高等法院那里 见一见 见一见 官 那样 当时我也没有签到这份文件 直至我们上了九龙城裁判法院之后 很无奈地接受了那个保释条件 出回来 之后警察就打电话给我们 就说 之前因为在禁制令范围里面被捕 现在就要 我记得好像是 11月28日 很快就要立刻上高等法院那里 见一见官 上去就说 现在会同事在高等法院那里 控告你们刑事藐视法庭 就是这样的 大家一听 高等法院好像很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说 在裁判法院那里处理的案件 最高的判刑就是两年 除非你是被捕的时候 同事告你几条罪 你可以加上判三年都可以 在裁判法院那里 如果再高一级的罪行 去到七年 即是两年至七年间的判刑 就去地方法院那里審理 然后再高 即是七年以上 就开始是高等法院那里 那当时一般人听说 要上高等法院都很害怕 就是这样听上来好像很严重 实际上都真的挺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原本告那个 防外公职人员執藏职务罪 即俗称阻差办公 最高刑罰只不过是 两年 即不要说只不过 阻差办公最高好像六个月 是六个月 最严重的阻差办公好像才是两年 就是我之前中的那个 现在普通的最高就是 监禁六个月 以及罰款一万元 因为他这些罪名 他再有细分一点 我之前很按钩地中的招 就叫做 故意阻撓正在执行 正当职务的警务人员 最高就去到两年了 我说到哪里 最高两年 最高两年 对了 讲妙事法庭 为什么刑事妙事法庭 会比阻差更严重 就是因为刑事妙事法庭 是没有定一个最高刑罰的 怎样为止没有定一个最高刑罰呢 就是他没有一个最高监禁的期限 没有一个最高罰款的期限 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 其实香港都有判过刑事妙事法庭 罪成的案例 不过一般来说 都是可能告一些机构 譬如之前《苹果日报》 被告过刑事妙事法庭 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是 可能是不小心披露了一些法庭 讲了不能够披露的资讯 就会被告刑事妙事法庭 为什么律政司会 一开始他们是 可以说完全是程序上 第一步已经错了 就是先把我们放在财本法院那里 告这个阻差办公 同时间放在高院那里 说要告刑事妙事法庭 因为香港的法庭 就不能够就着同一个行为 就告你不同的罪名 否刑事妙事法庭 所以一开始上高院那里 已经很多人说 其中一个论点就是 不能够一罪两告 当时已经和法官解释得很清楚 律政司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是违反了香港一些法律的原则 那么律政司就不理了 继续做了 那接着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取消了 就是撤回了在这个裁判法院那里 告我们阻差办公 他就撤回了 撤回的同时 当然连保释条件 那个禁足令都会同一时间取消 但是他这个动作也不是即时做 我记得是去到一月十几十 大概一月九号十号的时候才做 那就是足足八百 为什么他当时要这么急 把我们擠上裁判法院 就是其实要立即拿一个禁足令 阻止一批人不让他们再去旺角 那当然是 就是 有些人就好像我这样 就完全是无视他的了 根本就 那接着 你还能够这么大声说 因为他回 因为本身都是 最主要是昂究 这个保释条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决定 我不怕 怎会怕 那接着 接着 就 糟了你打断了 我不知道讲到哪 继续继续 我讲到哪 对了 跟着 我讲到这么足运 你是不是很累啊 有点兴奋 那就是 他一月撤回了在裁判法院那里 控告阻差办公去撤回了 就决定在高原那里一定要钉死你 用一条重点的刑事民事法庭来进入我们 但谁知道原来这个 你要控告刑事妙事法庭 是有一定的程序 那就是 详细的 我想我在这里讲也未必明白 是 简单的形容就是 可以举一个法庭的例子 譬如你打了官司 你输了 你上诉必须要在14日内提出 你过了14日之后 你就不能够上诉了 那律政司又犯了一个超级低能的错误 就是他要在一个指令期限之内 就要入旨去高原那里 就处理一些文件 就说要告我们刑事民事法庭 叫做未正式去到审案情的阶段 就已经要撤回了 就已经输了 那其实当初为何 律政司会这么狠狠 就是因为他当然是 有很多政治因素的考虑 就要想研情我们这一班暴徒 或者刁民 所以觉得阻差办公都不够高 要擠上high court那里告刑事民事法庭 那因为擠上high court那里 政府方面 就是控方 律政司方面 他的支出就会大很多 可能会聘请很多大狀 或者律师团队去处理这个案件 那被告人或者我们现在叫答辩人 亦都是付出同样的代价 要找一些资深的大律师 和找很多法律团队去帮我们 那一般我们大部分人都有 透过法律援助署去聘请一些 有经验的律师去帮我们处理这个案件 那我由于我自己就有些頑固 那迟迟都未申请 所以到今天撤回的时候 我都是未有代表律师的 那我之前其实都想过 即使申请不到法援 那我就可能借 好像毓文有一本书叫做 《我在法庭的自便》 那我看一下里面 就是毓文怎样可以在法庭那里能言善辩 又可以再申述一下理念 那就算被人告入了都无所谓 那我在法庭那里讲了我要讲的东西 已经在法庭那里有一个很详细的文字记录 那我觉得都已经做了我自己要做的事都够了 但谁知道律政司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那暂时叫做撤销了 但是当然 他还可以告你 现在他败诉 他就着这个判决 他有14天的上诉时间 即使他决定今次不上诉了 他都可以重申一次的程序 再入址回去公园那里 再告一次刑事密事法庭都可以的 最后好像是随时都可以的 对 暂时据我所知都是没有一个很短的期限 对 即他真的可能一年半后 你有什么行动的话 那时候用这条罪名捉你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不过他这些刑事密事法庭就比较特别 我记得一路的过程里面 他也是要不停找警察打电话给我 亲身把文件交给我 但是大家都知道 由于最近的电话骗案这么猖獗 我一见到不认识的来电我就不听了 我听了警察 我说你电话说警察 警察会无警啊 我不管你 我就收拾 要亲自送给你 对 他每次都要在法庭那里等我 我都怕他说 不知要在哪里交收 我的生命都可能是人身安全危险 他就知道了 那总共呢 台面看到之前 我都记得我带了一个案件上来 我自己就要 因为我没有代表律师 一个案件 就是几个寸口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我看一看这个 这个就是六百多页 由于我没有代表律师的关系 我一个人看完 就是足足八个那么多 那么大的案件 浪败了我很多时间 超多时间 基本上我这几个月都是不停在看案件 虽然我是在澳洲留学 但是由于我自己本身的英文不好 才去澳洲留学 那大部分文件都是英文 我一直看他的查詞 就浪败了很多时间 就算英文好 他有很多法律名字 我又不是讀法的专业人士 你不是讀 很多人看得明白 那我就花了大量时间 都赢了 問題在于 今天赢了 又不知道他明天 会不会上诉 是 問題在于 现在法官就说 勝訴那方可以得到重费 那我没有律师代表 我是自辩的 那我就会好好计算一下 我花了在这个案件上的时间 就是逐个小时和他计算 还有我买了很多参考书去看 就是相关香港法律 譬如 政司追讨这些仲费上的赔偿 还有当日濫捕 打拆了我一会 这一刻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必定会追究到底 但是会是民事索償 还是民事怎么样 我未知 情绪上我未知 要问律师 是的 如果你有听到我这个讲话 你又想帮我 可能有些义务律师等 欢迎你提供一些意见给我 否则我都会自己尝试找一下 有没有律师可以帮我做这件事 不过我自己觉得都是困难的 因为曾建超那里被人直播拍着 打到这样都很难 当时你有没有验伤? 有验伤 有验伤 有验伤报告 有没有报案被人打? 因为是警察押我去医院那里验伤的 就是锁了手扣 我记得当时医生一打开 我衣服一看就 嘩 就一声 因为看到全身都是血痕 那帮我做了全身检查 包括照了一些 X光 磁力共振 照了全部 全身检查 这个要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有被黑警施以酷刑的经验 必须要去看医生 去到医院那里 你要跟医生说 就是我的医疗报告呢 就只可以被我自己拿回 就不可以交给警务署或其他机构 其他人 那我的医疗报告呢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当时我没有说话 那就是被这个黑警自己 擠了下去 就是这些所谓的证据里面 那就是当时我见到我份医疗报告呢 我都其实都很期待在庭上公开 公开 讲一下哪里的伤 那他就大件事了 那现在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自己看看怎么办 好 那今节就休息 今节 下节就开始讲你的环纳税之 好 好